恆生指數現在跌到19,500點左右的水平 成交都是低的 連續15天就少於1000億 但現在就上升了800億左右的水平 就是上升了一點點 看到中央其實減過LPR去救人內訪 對港股刺激都不是很大 其實出了減LPR之後 內地股市星期一是做好的 但是港股都沒有跟進 近日大家都留意到 就是剛才你說過美急強 人民幣有弱勢 好 港股後市的情況 你會不會都看得偏淡一點 還是反而你覺得跌得差不多了 你不說我也不留意 原來已經連續15天低過1000億 我想大家都習慣了 習慣了 不夠1000億就糟糕了 怎麼辦 然後跌下跌下 原來如果要15個 當然是大半個月了 都不夠1000億 真是很難搞 你說怎麼看港股後市 我想簡單來說 常常都說現在是沒有水 沒有水的年代其實任你沒有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方向可以看到 你說昨天指數剛才開波說了 穿了底 我想大家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穿底就穿底 遇到港股是這樣的 你覺得他有多厲害 他最厲害的了 最厲害是什麼 最厲害什麼都不跟 美股升他也不跟 然後A股升他也不跟 跌了可能跟一些 但是他去到某些位置 他又會自己自然浮上來 我經常都說 恆子兩萬點以下 總是有些神奇力量就買上去 我想現在那個 就是我就這樣看這一排的港股 就好不容易找到波幅 但是波幅就越來越窄 如果大家有看今個月的 恆子的波幅 應該1000點都不夠 真的少到你完全是想像不到 有沒有成交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你問我 就是我會建議 就是我不建議追股了 就是我寧願 你說跌下來的 有沒有什麼合心意的 你就買些試一下 我覺得其實來到這些位置 我想不會大家都重瘡港股 都是輕瘡試一試 我想你繼續用那個叫做 逢低買賣賭他上去 但是你又不要打算賭得很高 可能現在就兩萬點就好吃股了 就是我想是類似的那些情況 因為你一直都沒有水的話 其實就沒有人買到上去 就是買到某些位置 那些人又沽下來 就是來來去去的那些錢 炒來炒去 就是如果你說那個指數來計 所以你也都見到 就是除了指數之外 有不少的那些細價股 消息股 都炒得不錯的 是 就是你說近來那些本身股 都升得不錯 是 就正正在那些條街沒有東西炒 但是那些錢又還在那裡的時候 就夾著找些東西炒 就找了那些又破頂 又小小顆 變了就有這樣的景況出現了 我想 大家要預視到這個情況 就不要想著還有什麼大聲浪 那些東西 我想只是講過一個炒字而已 是 就是短期而言 你都會覺得繼續是這個情況 是啊 你都沒有成交 那你沒有成交就真的沒有話可說 還有就是那句 你問我為什麼會突然成交縮了這麼多 我自己也是看回內房那件事 你說內地樓市的問題斷工 或者爆煲等等 很多都令到資金鏈不只是內房自己 變成了你說不同的股市 消費也經常都會很受影響 所以我想 這個問題一天都未解決的時候 我想都是先把糖水滾著糖魚 是